小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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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講真心話 其實 今天當然 很多焦點 還是圍繞在 在親戶 親戶案 他是見不得陽光 今天的陽光真是非常燦爛 明天可能會降十度 小董在這邊提醒 我們的長輩 你其實要非常小心 這種天氣 它其實就是 溫差非常大 溫差非常大 常讓人家忽悶 就是那個叫做肉差 那明天或天 或許你要出門 你要多穿一件衣服 這種天氣 可怕就是喜露無常 就像有些人一樣 親戶案 各位朋友 現在民進黨很多人 慌了手腳 平常很多民進黨大炮型的人 現在都不出來講話 現在 只剩王定宇一個人在 我不能講他 說孤軍奮戰 富以王抗 每天故意講這個講那個 很多過去很喜歡救駕的 現在通通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 他們已經知道 誰在 誰在護航 蔡英文旁邊的哪些人 我可以跟各位朋友講 這個人在 蔡英文跟賴清德旁邊 還很紅的 是什麼人可以讓國防部 什麼人可以讓國防部長 洪世關 你去把我調錢 調24億 這個人在蔡英文 蔡英文也知道了 賴清德也知道 他們知道是誰了 因為那時候協調的過程是有紀錄的 各位是有紀錄的 那民進黨 有些人不知道 有一個民進黨很重量級的部分區立委 被人家問到說 你怎麼沒有富航蔡英文 為什麼沒有去幫忙打國民黨 因為問他的是另外一個立委 然後這個立委 大咖的立委講 這個不要碰 因為這個牽扯人太多了 我們這個黨牽扯人太多了 我們沒拿到好處的 我們幹嘛出來替他那個 對不對 把自己的名聲都搞掉了 我講這個是真的 一個立委 兩個立委的對話過程 但是 但是 各位朋友 民進黨現在知道態勢不好了 打泥巴戰就靠一個王定義 王定義 王定義本來就沒什麼公信力 是沒什麼用的 他每天說 就是吳敦義啊 就怎麼樣 王定義是這種 這種人 他為什麼甘於做這樣 因為他選台南市長 可是他現在的民調很後面 民調為什麼很後面 因為 這個人講話沒公信力 然後你又在台南 他又是外省人 外省人要表現得比別人忠誠 他有他的頭名狀 所以他就不顧身份出來弄 就像他過去把張明清把他推倒 他說張明清是被自己的樹根絆倒的 就是這種人 但是這種人不理他 跟你講這種小咖的 後來他的大哥 這個大哥叫黃盧毅 黃盧毅是一個 道上的人物 很氣啊 你怎麼可以推倒張明清 把他找過來 王定義那時候跟台南市一樣 把他找過來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太不應該了 當場垂他 而且把整個東西PO上網 各位 你都可以上網找得到 黃盧毅名字很好找 王定義名字很好找 就是 打給誰 揍他 表示什麼 打給張明清看 我的小弟對你不禮貌 我就垂他 各位 你可以上網 這個過程 在網路上絕對會有的 你可以看到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角色 每天講得好好聽 但這種人不理他啦 小咖 我講庆屋案 庆屋案的關鍵在哪裡 今天上午 高雄市議會啊 執行海洋局 海洋局長不是現在 王端仁不是 趕快請辭跑掉了嗎 斷尾保局 對不對 斷尾保局嘛 陳吉說王端仁喔 跟我20年我信任他 當然我覺得陳吉 陳吉平常對於屬下是很照顧的 我們過去 跟他交往跟他接觸 他其實對於 包括我 我當然沒有吃過他的飯 喝過他的酒 吃過他的 咖啡餅乾 什麼都沒有 但是因為我周遭 很多記者 我很多記者 很多部署的記者 也都跟他接觸說 陳吉 他們講陳吉 用兩個字 非常溫暖 就像今天的陽光 陳吉非常溫暖 那他對我也非常好 老實講 就像姐姐一樣 就是好像你有什麼需要怎麼樣 我當然什麼都不需要 我需要的是這個社會有正義 有公平 那陳吉呢 陳吉對他部署很好 他說王端仁跟我20年 我信任他 20年 可能跟你的時候是小朋友 可是 當他跟在你旁邊的時候 錢力慢慢的大的時候 他在做什麼 你未必知道啊 我不會講說陳吉一定涉案 但陳吉會受到千年 所以 斷尾寶吉 你一定要受到千年 這個人是完全你的人喔 從一個小幕僚 這個人什麼時候跟陳吉 什麼時候 什麼叫20年 小董講清楚一點 19年啦 陳吉去拿委會 那陳吉 那時候陳水扁台北市長漏選 謝唐廷找陳吉到高雄當社會局長 謝唐廷很照顧阿扁的人耶 各位想說有什麼情節有什麼 我真的告訴你 阿扁台北市長漏選 32個集助首長都要回家吃自己 結果謝唐廷 不小心 不小心 就陷上了高雄市長 打敗吳敦毅 所以 台北市社會局長陳吉卸任以後 馬上到高雄市上班 無縫接軌阿 那當然阿 後來陳吉跟謝唐廷搞得不可開交 我其實看了 也很難過 因為兩邊我都很熟阿 我不是在套交情喔 那 謝唐廷有照顧過陳吉 可是現在陳吉 老實講他是排 排擠謝唐廷的人嘛 對不對 很清楚阿 你在高雄 他的前一任是謝唐廷 所以我有時候看這些東西喔 看了很難過 因為政治 而且就是一些熟悉的人 但是我也不同情 因為政治 有時候大家互鬥 互鬥到 沒有人性沒有血性 通通不見了 高雄市 今天 議會 說那你沒有局長 你秘書來 專門委員來 科長來嘛 叫他們三個人來背行 你們知道哪些東西 只來一個阿 議會鬧得不可開交 我真的跟各位朋友講 今天每個人都害怕 為什麼 有人知道詳情 可是他不能講出來阿 我沒有拿到好處 可是我不能講出來阿 對不對 洪世寬 上個禮拜我稱讚他 因為他講了三個字 我非常感動阿 他講 他叉的 前台灣老百姓都感動 對不對 有人說我們的 幻象會官何止以 是不是跑去 投共 他很生氣 我要在場我就 他叉的 哇 大家看了 哎呀 混混叫好 阿寬 顯性男人 好 結果呢 你的同事 空軍優秀的軍官 現在還埋在 基隆外海的深水裡 至少一百公尺 深海裡 大家在打撈 我們也不必講其他的 他已經死亡了 現在只是要把殘骸 拉出來而已 我講 我小董 講 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 雖然我們沒有人看到 他的遺體 看到 濕濕的飛機 都沒看到 但每個人都相信 只要你有點理性的 就知道他已經死亡了 我們現在是要搶救遺體出來 這麼優秀的軍官 他為什麼會掉到海裡 因為他做深夜飛行 我們戰鬥機 白天跟晚上飛行是不一樣 對不對 其實任何交通工具 白天跟晚上差別都很大 那他在做夜間飛行的時候 晚上七八點 天空會來飛去 天空很大的 我們在幹嘛 我們在吃晚飯 這是洪世寬那天 在立法院講的 我們在吃晚飯 他在天空 做飛行 做演練 在四童作戰 結果他死了 衛國間期 是啊 洪世寬你上個禮拜你就知道 你的同事衛國間期 可敬可備 洪世寬自己也是飛行員出身 他也有同班同學 因為飛行失事 而為國性質的 所以他 講咔嚓的 大家鼓掌 是金人就要有這樣的風鼓 隨時為國犧牲沒有問題 只要這個國家 是對得起我的 對不對 不要答應我了以後 然後把我的 退休金什麼砍掉了 我們現在的 整個蔡英文政府 就是這樣的國家 他領導了 變成中華民國 變不仁不義 過去答應人家的 通通不算 但是我們的飛官很勇敢 洪世寬 也帶種的 罵出他差的 好 那你們今天 金方在包屁誰啊 各位朋友 後期不知道 我告訴你 洪世寬前幾天在立法院 他這幾天抖著 不敢出來啊 我不曉得 一個金人的風鼓 一個禮拜馬上就變了 洪世寬 你他差的 你才是被他差的人 你在包屁誰 你 為什麼金方要去挪 各金總的錢 24億給親戶 洪世寬最清楚 誰可以指揮得動你 小董知道啦 但是我賣個關子 我知道是誰 養成誰的意思 我知道 我為什麼要賣關子 因為我要等 有人拿出更詳細的資料 我有一些朋友啊 有看到了某些資料 但是 因為我資料沒有拿在手上 我也不能講 但是我大概知道他整個過程了 洪世寬當然更清楚 因為他是養成誰的意思 然後去 去做這件事情 結果這事情被抓包以後 洪世寬跑去躲起來 事情 四天了對不對 到今天第四天 他跑去躲起來 可是 上個禮拜 事情爆發的時候 他說 我們金方有問題 我 我 我 會提出懲處 什麼時候懲處 他自己在立法院答應的喔 他的懲處日期就是今天 我會把懲處的報告送到立法院 結果今天呢 大家 因為你 如果哪些人被懲處 他一定有過失嘛 我們就知道說 原來他有過失 他的過失在哪裡 你可能就會從這裡 往上追 他的過失就是幫人家偽造文書 幫人家幹嘛 對不對 上面你要寫 他為什麼 為什麼被懲處 這個人為什麼記大過 他為什麼是記兩個申戒 你從這裡去追 就知道說 哎呀原來金方是誰誰誰怎麼樣 你就會有一些來龍氣脈 所以今天國防部馬上告訴立法院說 我們部長在立法院答應 要懲處的名單 我們今天不送了 我們要延後 各位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借明 借今天明天後天 接下來立法院這裡 這幾天不開會啊 最快的禮拜一開啊 我們這幾天 我們要把所有東西趕快把它喬好 喬到每個人的口信一致 各位你看到中華民國 一個好好的國家 被蔡英文政府來領導以後 就變得多麼腐敗啊 垃圾總統 垃圾總統 你帶領這個部隊能看嗎 你帶領這些檢調能看嗎 各位你聽小董講話 你就知道他的道理在哪裡 國防部當然知道哪裡 他答應立法院東西 他說我們錢沒有撥 結果發現撥了對不對 24億就撥了 24億不是小錢耶 他們說 我們今天會把陳主名單送立法院 結果今天說我們延後我們不送了 金人講究是什麼 各位朋友 我周遭很多朋友是職業金人 很多同學不用講 我自己差一點都變成職業金人 我講真的啊 但是 我們金人講究是什麼 金人講究就是 果斷的 易落千金 對不對 答應的就是答應的 金人就是這樣啊 我們金人 講究的是 剛義 你叫我做 揮法的事情 我不幹了 我不幹了 我怎麼可以幫你們這些政客跟奸商 去做事情 只為了我自己要升官 我不做啊 金人一定是這樣 這就是金人的個性 我們整個社會 對金人也是 認定 這是他的基本無德嘛 對不對 你要叫我做違法的事情 我不幹了 對其他的職業 可能沒有這麼要求 可是金人講究 就是這樣 這個代表他的怎麼樣 榮譽 這就是我的榮譽 你要我投降沒有 我就一槍把自己槍斃了 把自己斃掉了 對不對 你看抗日戰爭 你看張志忠將軍 有多少人是這樣 我是自殺的 很多人是自殺 為什麼 我不願意被日本人抓走 我但進言言言 留最後一挖子彈 自己槍斃自己 你就看到有多少這樣的人 這個叫做氣絕啊 但是今天不用 不用 不用要求到你金人說你要自殺或怎麼樣 今天要求你 不要為了這些奸商跟政客 把國家的錢把它葬送出去 洪詩官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嗎 你做不到啊 你7年520上任 這個錢就是你撥的啊 只有國防部長可以要求三金各金總 包括後備 然後你們把所有的錢 這24億撥了 9個預算 9個預算 這個預算裡面包括 什麼光華建 光華計畫的錢 包括我們 很多人說那個天煙計畫是什麼 我告訴你 那是叫黑鷹直升機 我們常常在救難 現在國軍最大的工作在救難 第二大的工作就是在 頒正五的錢給財團 國軍兩大工作 不是嗎 洪詩官你出來講啊 為什麼要躲起來 誰要你搬錢了 這是今天最大的關鍵在這裡 但是你看到我們的檢察官呢 熊簡 我昨天把他痛罵得很難聽啊 很多朋友說 你講這樣 我講有沒有問題 各位朋友我今天不要再重複 你等一下如果沒有 那個你可以聽 昨天小董 因為我們news98 你可以再回去聽啊 在網路上就可以找得到 就聽小董昨天怎麼分析 沒有人比我更透徹 我敢講啊 每一個關鍵點 每一個關鍵點 你就知道這些熊簡 高雄地檢署檢察官 我昨天在電視節目我都點名 你們這些人幹檢察官 你好意思啊 我從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 還有檢察官 我通常點名 你們這些人不羞愧嗎 各位朋友我小董 我不是說我喜歡跟檢察官挑釁 我是多麼怎麼樣 我從來不是這種人啊 我也不需要 但我講的東西我就要請教一下 你們當檢察官 你的家人覺得很有光彩 你現在你的家人還會覺得光彩嗎 他們看到你們這麼包屁 還有調查局 高雄的調查局 最近你跟誰吃飯啊 我在質疑啊 他們自己很清楚 因為高雄調查局 非常喜歡聽我的廣播啊 你們最近跟誰吃飯 慶父案在發生的時候 你們還跟人家在吃飯嗎 各位你講這些人可不可悲 我們到高雄就變成另外一個世界嗎 這個世界就是 有 有藍霸天 然後他可以掌控一切 他有自外罰錢嗎 你今天看到了 周章青是檢察長的 周章青昨天人家問他說 你們前後不依啊 我們偵查不公開 周章青 你有沒有羞恥心啊 不公開你 公開你想公開的 你主動去講 哎呀陳瑋智喔 誇大其詞 不是你們熊簡講的嗎 各位 昨天中時電子報 有一篇啊 他是分析熊簡 說你要欺騙記者 是弄來弄去 這記者很帶腫啊 他是跑到相關單位 每天要碰面的 你們替真知人物 替那些人掩飾 然後趕快把陳瑋智找去幹嘛 誰不曉得你在警告他 各位 這個案子啊 分三部分 你聽小董講最清楚 第一部分 他們想方設法去標到 類類見 352億9千萬 我講的是一個天文數字喔 就標到 標到以後這個合約喔 他們就拿去跟銀行貸款 我跟政府有合約 勾見勾照 銀行原來不願意 有人穿梭期間 後來就連貸啊 這一家銀行做不來 352億9千萬 你如果一家銀行自己承攬 你就倒了 被虧空你就倒了 所以大家連貸 有一家主要的銀行 做招集嘛對不對 然後其他銀行大家來 共同分擔 萬一倒了 我們每家都還承受得起 這個叫連貸啊 當然主要的銀行是第一銀行 這個就過程嘛 第二個過程就是 他們用這個 352億9千萬的 他拿 他貸多少 他已經貸了205億 我講的都是天文數字啊 來這部分錢 他很多錢 到澳門到哪裡 到澳門就到中國大陸了 他的財務後來越高越大 他不曉得海外經營什麼公司或怎麼樣 我也不相信他要洗錢 存心A走一走了之啦 老實講 一個企業這麼大 能夠永續一直賺 一直循環 我覺得他是財務的 財務這個太大了 財務虧損太大了 只好趕快拿國王部 因為金方政府的錢是最穩定 那你就要靠關係 把錢這個拿來填補 結果填補不了 這邊又回復不了 所以 他去土瓦爐跟人家造船 錢拿不出來 那怎麼辦 他把那個船又拿去貸款 貸三千億 三千萬美金 結果人家那個部長跑來台灣 私人行程跑來找他 我講的是真的 這部長很氣 他每天透過外交部 跑到高雄去找他 我們的船兩艘你要交了 為什麼不交 講不出話來 還拿去貸款 你要交給人家 這國際耶 我有時候看這一東西 我想說其實我們 政府其實對這個構成很清楚 檢調也非常清楚 可是現在大家就覺得說 會辦到哪裡 會辦到哪裡 該辦到哪裡 就辦到哪裡 這不是基本常識嗎 等一下回來 你不要走開 歡迎小董 真心話 各位朋友明天後天休假 天氣如果又不好 因為現在暴周 降時度 颱風可能成形 你如果不想出門的話 或者你在外面旅遊 開車帶家人出去玩 覺得無聊的話 手機就可以上網 那小董認為說 你如果對慶護案有興趣 你把那個錄音帶聽一聽 那錄音帶現在網路流傳了 很多人聽了 覺得說他的關鍵在哪裡 我告訴各位朋友 慶護案你要看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他跟低銀行貸款 我剛剛已經講了 352億9千萬 這個案子這麼多 他帶了多少 帶了205億 然後他東強補西強 他自己承認 他的財務 他的財務 已經 到了怎麼樣 181億 181億 的虧損 這是他寫 他寫給蔡英文總統的 他已經周轉 他需要這麼多 多錢已經轉不來了 這是第一個 你要看的第一點 第二點 國防部為什麼要把各金總的錢 先挪24億給他 把今年的 把明年應該編了一算 先從各金總挪給他 這是第二個 各位現在在看了 媒體在報導 主要是這一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高雄 高雄海洋級為什麼要幫他喬一個 停船的 修船的 這個港口 這個碼頭 這個船屋 就是我們第一艘跟義大利合作 然後做好就從義大利把船開回來 其他五艘 就照他的方式來做 這個叫狗見狗照 然後你聽了他錄音帶就是高雄 高雄的王端仁為什麼要幫他 你聽裡面的關鍵 很多朋友覺得這個案子太複雜 我跟各位保證 這是蔡英文政府 上任以來最大的貪污案 可能將來還會有 這絕對是個貪污案 那很多人在搬錢 搬了 他們一邊搬錢 一邊告訴我們的金公教 勞工 沒有錢了啦 聯金會要更改啦 對不對 改革聯金啦 他們在搬錢就有 蔡英文 蔡英文到南太平洋那些國家之前 他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到夏威夷 他到夏威夷最重要的講法是什麼 我們的 我們國防部的經過預算我們會增加 各位有沒有聽到 我們每年會成長2%到3% 各位你聽小總節目的最大好處是什麼 我把很多複雜的東西把它講得很精簡 整個南太平洋的蔡英文之旅 主要就是要到夏威夷講這句話給美國人 給川普 川普亞洲繞一千大家都給錢了 蔡英文也給錢 蔡英文連 川普的影子都見不到 錢還是要照給 那他還承諾我每年增加2%到3% 我的國防預算 國防預算沒有人敢講話 你知道嗎 國民黨敢反對嗎 你反對就得罪美國人 民進黨是至於執政黨 當然不會反對 這個錢 這個錢怎麼辦啊 各位你看到他的銜跡了沒有 要A錢最好A的就是從國防 所以阿扁要卸任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貪污殘身了對不對 他從97年卸任 95年他全家貪污 95年11A3啊 無數人被起訴 無數人被起訴的前半年 他女性被抓去關 各位我講這東西都是民國95年啊 不是嗎 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阿扁要卸任的時候 還搞一家公司叫達正 達正就是以後 以後政府所有的金火相關的 就由這家公司來承包 董事長叫吳乃人 董事長叫吳乃人 都已經簽了 我要卸任了我先把公司開好 可以嗎 為什麼他們這麼大膽 因為金火的勝利最好賺 沒有人敢問 哪一個政黨在那邊 閒言閒語的話你就得罪美國 你將來怎麼執政 美國就扯你後腿 就這麼回事啊 啊你今天看到了 整個慶乎案 慶乎案其實就是一個 從金火衍生出來的弊端 就這樣啊 各位你看清楚了吧 所以當你把那個錄音帶喔 你這兩天如果有空啊 聽一聽 他幫他喬什麼 簡單講 我也要把事情講簡單啊 但是你聽會聽到一些 一些關鍵啊 王端仁幫清戶的陳韋志 陳慶蘭父子幫他喬什麼 說 因為你得標以後規定三個月 三十個月喔 你這個船屋 你要蓋好啊 這個碼頭你要蓋好啊 結果他沒有啊 眼看時間快到了怎麼辦 其實義大利那個船也還沒蓋好 這個碼頭也沒蓋好 碼頭是荒芙一片 還沒開始蓋 王端仁教他 他說韋志啊 你看他們交情都好 他們叫他韋志耶 韋志啊 你們先短期喔 租這裡 租了以後 然後就用金方的名義 跟我們的一夜署 我們的國產署 然後說我們要這塊地 這塊地是為什麼 因為政府要國見國照 所以你一定要把國防部拉進來 國防部要做很多事情 你不敢反對啊 為什麼 因為這是國家的政策啊 是蔡總統要的啊 那國防部拉進來 你短期喔 你短期把他租 錢付得很少 等你用了以後 你就再跟政府簽BOT 用促餐條例 政府要獎勵民間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你要給很多優惠 我就變成長期佔用 他在教他撇保你知道嗎 那你可以這樣用嗎 不行你還是要公開招標啊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採購法 所以我們的官員 趕快打掉啊 當場打掉給國庫署 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國務署你要公開招標啊 結果我們的海航機長教他 然後教耶穌 你們這個招標一定要限定怎麼樣怎麼樣 裡面還有一句話 不要讓阿貓阿狗都進來 就是說我們要綁標 不要讓其他 閒差人忍進來 那些很小咖的會進來 那大咖的呢 大咖的你要去喬喔 要找誰喬 所謂大咖的我在節目上講過好幾次 中傳現在改名台傳 對不對 中信 中信 各位朋友如果 這幾天聽我節目 韓碧翔 韓碧翔開 也開珠寶店 由他太太在負責 他太太跟吳淑貞 吳淑貞很多珠寶 都從那邊借過來啊 當年當總統戶人 他太太叫王姓淑 姓是姓花村里江南的姓 淑三點水 吳淑貞的淑 各位都可以上網喔 因為這兩天你如果有空 你要了解這個案子 你只要把小董這幾天講的 前因後果 你就知道說 哎呀 怎麼回事大概很清楚了 有三家是大的 一家親戶 一家中傳 二的中信 跟中傳 中傳現在改台傳嘛 他說中傳喔 就是現在台傳的董事長 是我 他裡面講喔 是我們鄭副市長 鄭文龍 陳吉的副市長 自己人 啊中信呢 啊你要瞧一瞧 這兩家 有可能成為你對手的 你要瞧一瞧 啊其他小家的 阿貓阿狗也不要讓他進來 各位你看到什麼 看到我要 怎麼樣去A正如的土地 把它弄來變成 我在使用的 第二個我要綁標 對不對 不要讓其他人進來 那第三個我要抽 抽鹽子湯 抽鹽子湯 不要讓中傳 也不要讓中信 他是跟你有競爭力的 所以這些你要去抽 要去抽 講得那麼清楚 各位朋友 我們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在幹嘛 他們 早就拿到這個錄音帶了 他們早就知道他裡面的布法 他們用他字案 我們在檢察官裡面喔 他字案跟曾字案 曾字案就表示說 這個絕對有問題 什麼叫曾字案 譬如說你殺了一個有錢的老太太 寄了她的保險櫃把錢拿走 這個就叫曾字案 現在還沒起訴啊 叫曾字案 偵探的偵 如果呢 哎呀 那 據說喔 那個王委員喔 立法委員王某某 前兩天喔 據說喔 有人看他開車喔 撞了人就跑了 據說什麼證據都沒有 這個叫他字案 他字案就是說有這個案子 可是沒有什麼明顯證據 還要再仔細調查 就這樣 各位朋友 高雄這個案子 現在還在他字案 檢察官把證據拿在手上 這麼明顯的抽 還要騙政府的土地 然後還要去綁標綁 對不對 綁標又要抽 說所有的不法這麼清楚 還在他日案 高雄地檢署 放水 很清楚 我老實講 但是你要質疑他 他就說我們偵查不公開 我們還沒辦到那裡 那你還沒辦到那裡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我相信你啊 但是我告訴你 只有一個原因啊 因為你們都是飯桶 不是飯桶 就是包屁嘛 勾結嘛 只有這個原因啊 今天連 不懂法律的老百姓 都知道你們在放水啊 然後出來講 我們偵查不公開 你一記偵查不公開 想就堵別人的嘴啊 那不公開 你怎麼去公開 你怎麼又去公開 陳偉智講的是 誇大其實 是為了討好 為了去 誘騙官員 的 誇大支持 這是你的用字啊 那偵查不公開 你怎麼又把他公開了 所以你選擇你要公開的 來包 來包屁 總統府 的不孝觀言 他的過程就這麼簡單啊 各位朋友 台灣悲哀你知道嗎 政府天天騙你說他藍象 然後又告訴你 我們很沒有錢 然後 你又看到民進黨 民黨那些議員 各位你知道現在最 跟過去你覺得最大不一樣 民黨很多大咖立委 平常都會富航 會搶救 搶救皇太后 的聖駕 現在通通不見了 你有看到段離康嗎 你有看到邱憶瑩嗎 邱憶瑩她老公可是內閣格言耶 李永德呢 邱憶瑩以後 以前碰到什麼事情都會出來 救駕對不對 各位過去很多 尤其撥分區立委 都有出來 跟南京對幹耶 現在很多大咖的人不出來啦 為什麼不出來 我覺得他們大概也知道怎麼 這個過程 誰在怎麼樣 但是喔 各位朋友 國家的錢這樣就流失 你有時候看得很難購 對不對 小董提醒你 你這個月要繳稅 你知道嗎 你這個要繳土地稅 你知道嗎 你在繳稅耶 你在繳稅給別人貪污啊 我們以為說 欸我們五月才繳稅 十月也要繳稅 小董提醒你 不要忘了到夜裡 但是 我們看到一個這樣 貪污的政府 然後講話不算數的國防部 說今天我要把陳主名單提到立法院 講得 說得比唱好聽 洪世寬 在立法院講他差的 大家鼓掌 小董也喊好 洪世寬 你今天在包庇水 你還在抖什麼 你他差的 你當什麼國防部長 趕快出來啊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來講其他相關話 小董真心話 這個禮拜啊 都被整個慶忽安 慶忽安已經很清楚了 總統府 蔡英文 周邊的人啊 各位朋友 你想說 小董每次罵蔡英文 老實講 我不認為是蔡英文本人啊 我老實講 我做人必須公道 我不認為是蔡英文本人 但是 蔡英文周遭很親近的人 一堆人啊 在幫慶忽 他是非常明顯的 那他們出去喔 會借著 這個事情總統 怎麼看看 怎麼看 那沒有人敢去問總統啊 對不對 覺得你跟總統那麼親近 你講的一定就是代表總統 這些法官啊 這些太監啊 他們就從從上下其手 我比較相信這樣 我平常先講 那當然 當你拿著這個太監的上方寶劍啊 然後在外面 講東講西的時候 這一錢就 進入很多人口袋 大家都分到了 分到以後 行政部門要配合啊 有些單位配合比較慢 或者怎麼樣 慶忽就不爽啊 所以他逮到一個機會 今年6月10號 蔡英文剛好去基隆 基隆不是有個海科館嗎 海科館 小董已經罵好幾個月了 事業要完工啟用 到現在都荒唬一片 是不是 我那時候就罵 我說這些人都有問題 今天教育部說 哎呀我們準備喔 我們準備喔 要跟他解約啊 現在才在講解約 這種教育部也實在過分 這個教育部長 只要每天把文言文把它減少 就可以保住他的官位啊 對不對 這種什麼部長啊 潘文莊你就只想幹部長 你的羞恥心跟別人不一樣啊 還搞教育 我講真的啊 但是你今天看到 6月10號 大家看到了 蔡英文到基隆去 結果呢 慶忽的董事長陳慶忽 陳慶忍就靠過去了 他跟蔡英文講 包括總統 你交代的事情我都有做 各位這是什麼話啊 那 蔡英文嚇了一跳 馬上 找他熟識的媒體喔 總統馬上找他們說 蔡英文不認識他喔 蔡英文這個人為什麼要這樣講 他們也很納悶喔 他們故意用這樣在洗風向啊 蔡英文那不認識他 我不確定 因為我沒爭記 小總只講正記啊 但是 顯然陳慶忍認為說 我那時候跟你那個 你說你只要怎麼樣 我們就會配合你啊 那我都做到了 你們配合怎麼沒有配合 怎麼配合什麼呢 配合把錢剝下來啊 我講6月10號 各位可以去看那個影片 你這兩天 如果有空 天氣不好嘛 你在家裡把這影片 抽絲剝剪看看 你就知道 陳慶忍為什麼要講這話 報告總統 你交代的事情 我都有做啊 啊做了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啊 小總不知道 他顯然這個話就表示說 蔡英文旁邊的人 陳慶忍告訴陳慶忍 陳慶忍說 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啊我們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那陳慶忍 他見不到蔡英文 只有這個機會 你出來為乎私房 我就靠過去 各位朋友 他熟到什麼地步 像小總 我是一個記者 我要靠近總統 比別人容易 一般老百姓有辦法嘛 不可能嘛 蔡英文最近常被人家抗議 車子被人家砸 砸那個水瓶對不對 你要靠近總統有那麼容易 現在在維安下的半死耶 維安裡面很多 是小董認識的 不管基層或高層 我認識很多啊 那這些人 因為那時候蔡英文去北投的政戰協校被人家丟水瓶 他嚇得半死啊 大小姐披滾尿流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人被懲處 陳慶忍有辦法靠過去 而且跟蔡英文 跡離不到幾公分 說報告總統 你要我做的 我都有做 哦 你交代的我都有做 各位 你可以看到他的嫌棘了 那小董 我真的跟各位朋友講啊 你要看慶忽案 這兩天 把錄音帶 把這些剛剛小董講的 你如果覺得不清楚 沒關係 你回去 第六十九八 因為我們講的東西 我們 六十九八 九八點一上面都會有留下證據 你都還可以再回去聽 你不必把它錄下來 再回去聽 我們都有 台灣社會 光怪努力的事情 很多 但是 官員 高官 的貪腐 持續是不會斷的 不管哪個黨執政 我講公道的話 不管哪個黨執政 可是 慶忽案 絕對是 蔡英文 上任以來 最大的貪腐案 她是非常清楚的 有時候看這些東西 很難過 我們在繳稅 我們在認真做事 我們守衛何來 為了國家更好 為了人民生活更好 可是沒有 這個政府緩其道而行 他緩其道而行 他攔像騙你的 他在意的是什麼 你們怎麼都在批評宋楚瑜 蔡英文中間趕快PO上一個 你看人家 宋楚瑜跟川普 有講到話了 你看 你們都說他是 就是靠過去 就是靠過去 一個竹字旁 宰個曾國藩的曾 這個字現在在網路上很濃 因為這是宋楚瑜 最厲害的 布華 他為了帶他女兒去跟川普合照 就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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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然後就拍了那張照片 回來就給大家看 你看 川普跟我跟我女兒都好 我們一個人 我站她左邊 我女兒站在右邊 你看多好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圖為證啊 這個圖是這樣來的 那蔡英文要替他開脫啊 講這些話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APEC會議我們做了多少事 什麼事情 講來聽啊 沒有做什麼事情 就是為了要去 有沒有機會看能不能跟習近平講到話 蔡英文給宋楚瑜的唯一指令 其他都是假的 唯一指令 找到習近平告訴他我們要跟他談 習近平連這個機會都不給 他只有在共同等車時候跟宋楚瑜握個手 你好嗎 主席好 就走了 就只有這樣而已啊 連照片也沒有 而且這個過程真還假不曉得 是我們跟著去的國發會的主委陳美寧的轉述 就一個轉述而已啊 因為很多沒有媒體看到嘛 所以他就轉述有這個過程 等車的時候啦 等車的時候 這個也好哪來說嘴 那宋楚瑜過去 在中國大陸 過去中國大陸對他理義嘛 現在根本不理他 因為他知道親民黨就是立的啊 你就是替蔡英文 這個台獨的政黨 來跟我探風向啊 我理都不理你啊 就這麼回事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各位可以看到他已經沒價值了 可是他還在賣老臉 對啊有價值 蔡英文覺得可憐嘛 你幫我賣老臉雖然沒有收穫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所以我昨天po上網 蔡英文不應該po這個網 你應該po網去講你對慶屋案 你要求怎麼樣 而不是像高雄地檢署今天出來說 欸你們媒體質疑我 小董你把我罵得那麼難聽 不罵難聽 你會聽到嗎 高雄地檢署今天發聲明喔 說喔我們喔高雄地檢署喔 我們喔現在喔會怎麼做呢 我們喔不分蘭力不分黨派 我們會查判到底 你講廢話啊 蘭力跟黨派有何不同 不分蘭力不分黨派不是廢話嗎 不分人類不分蘭力不是一樣嗎 你不講廢話嗎 我告訴各位朋友 不要被那些人呼嚨喔 這兩天他們在台下運作了多少東西啊 陳偉智從點頭 點了那個頭差一點被斷頭啊 你在頭給我亂點 碰到記者給我亂微笑 你就會被壓起來 陳偉智現在嚇壞了 這兩天喔要非常當心啊 陳慶嵐陳偉智父子的安全 陳偉智你不要傻傻的 還在街上跑步 用跑步來 你傻傻的 你以為愛河的水很乾淨啊 你要小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跟你爸爸講 你們都一樣 我小總真的 很多人不相信 會這樣嗎 不會 那尹清風是怎麼死的 案子也沒破啊 陳偉雄是怎麼死的 他穿西裝 穿西裝全身殘了 以往死在台南印河 他怎麼死的 不知道 說自殺 自殺還要這樣 以往誰幫他殘的 各位朋友 我小董都不鼓勵自殺 我說我們很多朋友 你一定要張老師 生命線你都可以執行啊 但是各位朋友 你今天看到整個政府的腐敗 大家幫忙在掩飾 為什麼要掩飾 因為要保護某些人 這些人就是蔡英文手下 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積極 因為國防部的錢最好搬 用這個方式其實非常可怕吧